那么所以接下来假设你这一张做好了 假设你这一张做好了要输出对不对 那输出他有几种模式 第一个简报 简报就是直接demo简报 所以你如果按简报 如果你有很多张 按就直接展示简报 他展示简报有两种模式 如果你刚刚你的文字里面 他有内定一些自动的这个变换功能的话 那你的简报就会有这些动画功能 那因为我只有一张而已 所以这也不是简报 那么所以我们平常用的会是分享这个按钮 右上角分享这个按钮 那你可以分享几种模式 第一个我可以直接下载 下载 那所以因为等一下如果你这张图片 假设我要丢到那个YouTube上面去 那所以我就把它变成 选PNG 或者JPG 这两个都可以 这是一般的图片档 PNG跟JPG 那JPG不能去背 对就是你就算去背 他也不是真的去背的图 他会变成那个白色是白色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有去背的 就是你本身这是一个去背的图的话 当然这张不是 这张不是 那你会我们会选PNG 所以这两种是一般的图片 一般的图片 那SVG是向量图档 向量图档 所以如果你要 之后要去做一些雷切的输出的话 雷切要在那边做编辑的话 那或者是一些数位海报要放大 放大列印之类的 就会选SVG SVG 好 那所以我们先存个PNG好了 那这里原则上他内定就是HD的解析度 1920×1080 我们就照这个解析度 不过如果你是要将来要做那个 做出版 你要把它印刷出来 印到衣服上 印到纸张上面 印到照片上面 印到海报 那你这边就越大越好 解析度是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你要做那个纸面的出版 书籍的出版 那如果是电脑上面用的 在荧幕上看的 大概1920×1080 就是HD的解析度了 好 那就直接下载 那你就等他跑一下 各位先试着下载一张PNG的图 那跑完他就会直接下载到你的下载资料夹 在这个左下角这里 好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检查你的资料夹 下载页 就会有一张图片 好 就会有这张图片 好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照片不清楚 那就是你那个照片的解析度太低 好 好 所以这样就可以输出图片 那如果你有很多张 好 很多张你在下载的时候他会帮你压缩成压缩档 压缩成那个VIP档 好 那你再把它解开就好了 好各位试一下下载 那好了的人 请你 你可以试着把你上个礼拜的 那个YouTube的影片打开 就是你的频道 你的频道的影片 上次我们 我们有那个管理影片的公 这边管理影片这里 我们把上次上个礼拜 试传的那个影片 我们把它加上那个 那个封面 加上封面 好所以如果你 这是上次试传的影片 那上次试传的影片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做封面 他就会直接从里面的前面的片段 去抓一个封面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影片内容 人家不知道这个影片内容到底是什么 很难吸引人家去看 所以这时候我就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然后你往下找 这边就是影片的封面 影片的封面 所以你只要把 把这个影片的封面 点一下那个选项 做一下变更 然后把刚刚下载的图片 下来图片选好 放进去 然后YouTube这边做储存就好了 好 这样你这个影片的封面就好了 好 储存 好 所以 所以你看到 当我们回到那个影片 好 影片的那个管理的内容 你看你的影片就变成封面长这样 是不是就比较吸引别人来看 好 所以我早期都没有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影片就是长这样 好 那个影片目录一打开长这样 人家也不知道你这是干嘛 好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都做了封面 都做了封面 你就会长这样 好 那你就很明确的知道说 原来这个影片就是在教 myviewbook 这个影片就是在教什么 教新制图教什么 好就会非常清楚了 好 你的那个 你的宣传的用语 就都会在上面 所以人家很清楚你这个在做什么 好 这是刚刚的照片 刚刚照片的后续的处理 好有关下载 JPG PNG 不晓晓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那简报也是可以这样用 好那简报也是可以这样用 直接在分享之后 这边有一个下载 好直接点下载 点了下载之后 这边请你选图片 PNG或JPG 好 网路形式的最好是用PNG 好一般的书面文件用JPG 那其实两个差不多了 唯一的差别大概就是PNG 他 如果你那张图片是背景有镂空的 那PNG出去还是镂空的 但JPG 会把它补起来 好 好所以这个就是下载图片档的方式 好 那我们再另外讲一下这个分享的地方 好假设你这个档案不管有几张 几张那个简报或图片 你也可以下载成PDF 刚刚这边PDF就标准的文件档 那这个PDF就是不能再编辑的 通常我们去给那个出版社 就是出那个PDF的档案 好那如果你是图片之后 还要再做向量的编辑 我们就会存成SVG 存SVG 好 好那 你也可以存成动画档 GIF是那个短片动画 那MP4是影片档 那不过这个不是影片 所以不需要存成影片档 好这是一般的下载的内容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要直接发布到社交媒体 再可以在这边处理 直接列印的话 在这边处理 那如果你是这个档案要分给大家 做处理的话 分给大家 让大家就是照着 参考或练习的话 这边其实有 有一个提供链接 提供链接 检视 那这个的话就是 对方点的这个链接 他会进到他的 Canva 他会进到他的Canva 所以你就 你选一下这个链接 然后点一下复制 点一下复制 那这时候我如果贴到 假设我贴到这个讯息这边好了 各位可以进来看看 那就表示这个文件是公开的 公开的 然后大家可以 经由Canva 在这个链接上面 看得到 我这个作品 然后甚至 应该是 可以修改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个权限设定 注意看一下上面 右上角 这里 你在分享链接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权限的设定 那如果你是 任何由此链接 都可以存取的话 你就要选这一个 然后如果你希望那一个人也可以修改 那你就要用可供编辑 那如果你只给人家看不给人家改 那就只供编辑 就可以可供编辑 这样别人就只能看不能改 所以这是不同的权限 所以你在给人家连结的时候 你是可以 事实上你是可以给他 有编辑权限的 所以我再重贴一次 我第二次贴的连结的权限是 可供修改的 所以你就可以修改我的作品 就可以修改我的作品 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要注意的 不是你的权限 你分享的时候的权限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修改的 然后他的显示更多 他的这边显示更多就是所有的功能 你也可以把这个连结变成QR Code 让学生扫 平板扫描直接进来 或者直接发布到你的社交媒体 或者直接下载档案 那你储存这边 有老师问说可不可以存成PPT档 储存这边有一个PPT 有没有 在所有选 在那个分享里面的显示更多 这边就会有 这边就会有 往下找 会有一个存存PPT 储存PPT 这边 你可以试着点看看 然后下载 他会帮你直接存存PPTX 存存简报档 那所以你简报档可以直接打开 就会直接变成简报 那一样里面的物件还是物件 很棒喔 你看物件还是可以改 物件还是可以改 只是他的那个有些字型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你的电脑 有没有那个字型 如果你电脑本身没有那个字型的话 他的字型会跑掉 他的字型会跑掉 对就是牵涉 因为PPT的功能跟他的功能不一样 所以有的版面会稍微跑掉 有的字型会跑掉 这个就跟各位使用那个Word 然后有人就会用自由软体 用Liboffice 好那你用Word写的东西 到Liboffice那边打开 那个版面就会稍微跑掉 或者字型会跑掉 这都是很正常的 好 所以其实他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老师 是请说 抱歉 很抱歉 很不好意思 刚刚老师那个这张图片 刚刚老师有操作那个 从YouTube任何一个影片 变成他的封面 那部分我还是不太清楚 可不可以再操作一次 不好意思 谢谢 好那因为这个部分 也跟上个礼拜的课程有关系 上个礼拜呢 我们请各位进YouTube 然后我们有剪了一个影片 把它丢上去 对不对 所以请你进到你的 进到你的频道 那个Google登录之后 进到YouTube 然后请你点选你的频道 点选你的频道之后 这里有一个管理影片 那这个右上角的 右上角的这个管理影片就是可以管理所有你自己上传的影片 那所以请你点一下管理影片 这个就是你的管理室 管理室 那管理室里面呢 你的你点影片的分类之后 这下面的东西就是你这一辈子上传过的所有影片 然后如果还有不够 后面还有 你就可以去找 找你上次上个礼拜上传的那一支影片 那我们一般影片在呈现的时候 就是呈现的那个封面 你还没播放的时候 他都是呈现封面 那因为我们上次没有设定封面 所以他会直接抓那个影片的前面一页 好影片前面一页 那所以呢 好等你做好那个影片的封面的时候 这时候可以再做修改 好所以你就直接把这个影片打开 好这边有个有一支笔嘛 就直接编辑 好直接编辑之后呢 好直接编辑之后你往下拉 这边是你的影片的相关资讯 好你稍微往下拉 这边就会有一个缩图有没有 好上传缩图 你之前没有放 这边就会有一个上传缩图 那如果有放 你就把那个点点点 选进去修改就好了 好就修改好 那所以我这边可以直接把缩图给传到这里来 好所以我就点上传缩图 然后就去选 选你那个刚刚下载好的影片 的照片 下载好的照片 开启 让你的封面就会改成这一个 了解 谢谢老师 OK好 谢谢老师 改成 记得要储存 右上角要储存 储存才会生效 是的 好谢谢 好这样子你的影片就会比较有质感 在那个刚开始 那个画面页面呈现的时候就会比较有质感 那个想要点进来的人大概也会变多 也会变多 所以这个是在操作YouTube的一些细节 一些细节 好 那以上就是简单的 简单的那个字的处理 然后照片的处理跟物件的处理 那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那等一下我们讲一些 其他比较特殊的物件 讲一些其他特殊的物件 那上一路 在当初的地方 有点 饿吧